是喔 普丁才警告全世界 你們不要惹我喔 我們還沒有真正開戰 我們的鴨箱底還沒有拿出來 化海施設的 結果 頓巴斯先停了 為什麼先停了 我的彈藥不是不夠 我要重新修正 但你再重新修正的時候 我們看到你會畫面 蹦蹦蹦蹦蹦 一直蹦什麼 原來你今天在頓巴斯地區 甚至你在俄羅斯自己的地面 也就是你的佔領區 對 到處火光施設 為什麼火光施設 現在俄羅斯有彈庫是 彈庫是一個一個被炸了 王姐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俄羅斯原本要攻擊這個 盾內斯克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好像攻勢有點停頓 那為什麼停頓 因為這幾天的時候 俄羅斯發現到 他所謂軍火快要打完了 這天不是一個消息 他準備拿薩姆300出來攻擊別人 薩姆300不是防火 他用來打 你知道武器已經缺乏到什麼程度 那不只是武器缺乏 目前為止來說 在盾內斯克跟盾內斯克 很多軍事的單位 包括彈藥庫 還有這個油彈庫 全部在晚上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 不論是白天晚上 都看到那種著火的這個畫面 你看這是著火的這個畫面 被飛彈攻擊 那這是白天 白天也是你看著著火的這個畫面 他主要是攻擊什麼 攻擊盾內斯克 盾內斯克 是附近的所謂軍事單位 反正你只要有相關的 有這個後勤補給的 我就完全攻擊你 好 那除了這兩個畫面之外 保證 這BBC發了一個地圖 這是BBC的地圖 他就說他整理了11個 最近從6月28號到7月6號 主要被摧毀 你看一共有11個地方 你看從在烏南的這個地方 然後到這個 這個烏東的這個地方 你看這麼多區域 一共有11個基地 你說這些都是現在 俄羅斯控制的區域 對 那這個地方 11個裡面來說 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彈藥庫 或是補給庫 完全被攻擊的畫面 他說這其實是BBC說說 我們目前知道的這些11個 但是他說可能比我們知道 都還要更多 那他們就說這叫什麼 這叫海馬斯地圖 也就是說這些可能都是被 海馬斯火箭彈攻擊到的 也就是說海馬斯火箭彈 攻擊到這麼多的這個 這麼多的這個後勤補給 所以為什麼俄羅斯會越打 越吃力的 難怪要從這些打不下去 還用上300的工地 好 那你看除了這個 我們剛才想要用這個 海馬斯火箭彈攻擊俄羅斯之外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烏克蘭準備要做一個什麼 說服南方的行動 準備要展開了 而且他們第一個城市 可能是赫爾松 把這次上最近一段時間裡面來說 你看這個烏克蘭的國防部長 就直接說 哲羅斯基已經下令說要收復 南方的作戰要啟動了 那甚至連烏克蘭的這個副總理都說 我們南部赫爾松的民眾要趕快撤離 因為我們烏克蘭的武裝部隊 準備要發起這個攻擊的這個狀態 所以他現在真的打進赫爾松嗎 之前講他在赫爾松的外圍 對 只有一公里一個狙擊槍 可以設計的範圍 對 他現在已經攻進去了 對 你看我們就是赫爾松的這個地圖 赫爾松的地圖裡面來說的話 你看烏克蘭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標定到幾個爆炸的地方 爆炸的地方就是俄羅斯的兩個這個總部 他們就直接把他攻擊 你看這個總部跟這個總部 他們就直接用遠程的飛彈 就直接擊毀 他們在俄軍 你看俄軍在赫爾松的這個基地 我們再看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在赫爾松旁邊的這個基地 這是原本是一個這個空軍基地 你看空軍基地不斷的 因為這原本是被俄羅斯控制住 所以烏克蘭就不斷的拋轟不斷拋轟 你看拋轟了這個約莫幾天之後 你看這整個原本你看建築物都很明顯的 對不對 現在整個建築物都是一片漆黑 就是炸炸炸 它的跑道完全被炸毀了 對 沒錯 那裡面大概有十幾個這個俄羅斯的軍火 彈彈庫完全都被炸毀的這個狀況 你看這個原本是非常清晰的照片 變成是你看裡面來說的話 有非常多黑煙 然後很多這個燃燒的這個痕跡 所以現在在烏南這個赫爾松這個地方 烏克蘭已經準備要完全給你進行一個反擊的動作 好 那除了這些反 海馬斯或是說這些反擊動作之外 我們現在目前俄羅斯還有非常多地面的部隊 那地面部隊目前是怎樣 遭受到烏克蘭的蹂躏 保傑 這是一個畫面 你看這畫面裡面來說 這是一個樹林 一個樹林的通道 裡面有非常多俄羅斯的這個坦克 就沒想到 烏克蘭都已經定位清楚 你看他就 你看他就一個一個炸 一個一個用精準的導彈 這樣不斷的給你轟炸 不斷的給你轟炸 甚至還有什麼 你看這原本是 你看好幾台這個坦克聚集在一起 對 就沒想到現在變成是什麼 坦克的公墓 你看他們聚集在一起之後 烏克蘭的軍隊發現到你之後 馬上就用武裝部隊把你轟炸掉 所以最後這四台坦克 完全真的就步入了這個墳墓 全都沒了 對 另外一個 我們在蹲內知識客裡面來說 這邊有一個俄羅斯的這個砲台的這個基地 就沒想到也是被烏克蘭發現到說 他們就馬上進行一個攻擊 然後就把你這個砲台基地摧毀 那市場現在對烏克蘭來說 壓力最大是什麼 你有沒有其實原本的這個俄羅斯 美國有支援所謂155的這個榴彈炮 這牛拉曼其實它精準打擊能力沒那麼高 但美國現在我要準備給你一個新的這個套件 你只要加入這個原本射不太準的 155的好美的榴彈炮 它都原本的這個誤差範圍 你看用15公里 20公里 還有25還有35的公里 它的射程範圍來說是 94公尺 125公尺 150公尺 267公尺 然後加上這個套件之後 它每一個套件的這個 這個所謂精準度都可以縮減到50公尺之內 所以等於是精準度又大幅的提高 155榴彈炮那個震撼 你50公尺是否有受 會中震撼的 所以人家海馬式火箭 那加上155榴彈炮 這個精準的攻擊之後 你就知道俄羅斯 接下來一段時間 一定會相當相當的難受 搭配上目前烏克蘭發動所謂的 收復南部失土的這個大桌上 我覺得接下來一段時間 可能俄羅斯真的會有苦頭吃 好 所以可以 這個真的 這一場戰爭教壞我們的 教我們很多事情 第一個就是 坦克如果你沒有空中掩護 你等於說就是一個死棺材 監射武器可以把你幹掉 現在進到了大平原作戰 本來以為說監射武器還可以 沒有 你強烈的炮火不能接近 這個時候 我才知道那個 長射武器這麼重要 而長射武器 我也不知道打你的這個坦克 我也不知道打你的軍隊 我根本就把你的油褲 彈褲一個一個打掉 剛剛BBC做了一個 最近11個重要彈藥褲 油沒了 彈沒了 你就不能動了 第一個 我們先搞清楚 俄軍的補給一項是非常糟糕了 從俄武戰爭一開始是這樣 可是從以前二戰歷史也是這樣子 俄國人的補給 主要都是要靠鐵道 他要找到車站 車站下來再換卡車 卡車再慢慢分送到部隊去 所以他常常打完一場戰役以後 要修整大概一個月到兩個月 他把他的這個油料 彈藥 全部都積存了以後 他才能再開始下一步動作 那麼在這個烏冬現在的狀況 也是這樣子的狀況 他在這個敦內斯克 北敦內斯克這邊 他消耗了太多的彈藥跟油料以後 他必須停下來修整 我的零件也要換 我的油彈也要補給 難怪他現在攻勢停下來 慢慢就他會緩慢 那麼他在那個 斯拉夫 楊斯克那邊還在測試 但是看起來是動不了了 那麼所有的現在的軍隊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補給 所以外航談之後在那邊談補給 你看到二軍的補給到現在有沒有改善呢 其實沒有 你看他在最開始的時候去打到賀爾松的時候 我還記得一條新聞 他打進賀爾松的時候 二軍士兵第一件事情下去幹嘛 搶糧席 搶超市 超超超 對 他說什麼 他沒有 他的糧食供應不上嘛 這就是他的補給問題 所以這個補給問題到現在為止 被烏军瞄準了你的油彈庫去打了以後 那這個你的他的問題就更嚴重 一支現代軍隊沒有油沒有彈 巴頓將軍在世也沒有用啊 巴頓當年就抱怨過這件事 好 那麼所以現在這個 烏军開始調整戰略 原來呢我要瞄準他的作戰部隊 但是現在發現我打油彈庫 我打補給基地 那又好打 然後又準確 殺傷力又大 又可以讓你不能動 然後等到你都不能動的時候 你的前線部隊或作戰部隊 你就是瓦中捉鳖了嘛 好 董事長 現在這個俄武戰爭 真的改變了世界 他讓整個 我們現在看到 美歸的武器 根本要一統天下了 現在這個問題 很麻煩在哪 你會發現最近這兩天的情況 這個整個戰場開始有一點 拖有點遲滯的狀況 你知道背後有一個 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美方或北約的武器 都是精密武器 精密打擊武器 但是俄羅斯是什麼武器 俄羅斯是 寶核攻擊 它是寶核攻擊 而且俄羅斯不但寶核攻擊 他現在還去把二次大戰的 庫存的裝甲車拿出來翻新 對不對 奇怪了 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怎麼會 那這邊一直有精密武器 我看到一個報導 法國這一次 總共提供了大概18門的 這個155的榴彈炮 就是凱薩製作炮 凱薩製作炮車 你知道這個18門佔法國 總庫存量多少你知道嗎 多少 四分之一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 你看看 當年這個五月份的時候 美國跟訂購的總共是一千多 一千多枚的這個 這個針刺這個監視導彈 對不對 你知道要補充這個總庫存量 還要有好幾個月 就還有一個花 可能要花一兩年時間 補充起來 對 我想說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其實兩邊打到什麼情況 你知道嗎 把庫存都快打光了 這兩邊都在打光了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俄羅斯在幹嘛 你知道嗎 俄羅斯所有的炮彈工廠 三班次在加班 現在北方 現在西方也在供應 也在加班 供應不及 所以打仗打後援 沒有人想到說現在的戰爭 因為都認為說 我們現在有高科技 有衛星 有精密射擊 有導彈 結果沒想到這個在打什麼 炮火 你一炮我一炮 小號戰 你導彈 你轟我的倉庫 我轟你的堡壘 現在都變得跟 主要是不是跟傳統戰爭一樣 結果這個榴彈炮變重要 自走炮車最重要 監視導彈重要 裝甲車還是重要的 主要的火炮攻擊對不對 然後炮彈變成重要 你知道嗎 炮彈變成問題 所以為什麼一度傳出來說 有台灣的炮彈進去了 我認為是真的你知道嗎 是嗎 不是 它炮彈不夠了 去哪裡找 你認為不跟台灣買嗎 對 當然在台灣買 誰有炮彈我就跟誰要了 它全世界在調炮 在調貨你知道嗎 然後外面你也知道 我們講過半導體沒有了 半導體真磁導彈 為什麼做不出來 雷神為什麼做不出來 因為半導體買不到貨 原來市場上的現貨 全部被收光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告訴你一個奇 這個奇妙的事情 雙方打到炮彈沒有了 這個你沒想到 這個很意外吧 對不對 結果所以我前兩天 我們國防部否認對不對 我一看這個事情 你認為是真的假的 當然是真的嘛 台灣有炮彈嘛 所以韓國炮彈通通進去了 我突然不能藏起來以後自己用嗎 為什麼 不是啦 你現在老美給你調 那個番號 國軍編號怎麼會出現 不是被人家拍到了嗎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他一直要叫中共 你不能夠支援他 因為這個東西現在在打後勤 打消耗 對 打後勤的 這兩輩都炮火攻擊 俄羅斯我現在就在那邊講 報道出來了嘛 三班制 全天加班生產 而且把原來那個 第60級那個老坦克 全部拿出來翻新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就是炮 那就是個炮 那可以炮彈給你猛轟 就跟你狂轟亂炸 狂轟亂炸還能夠贏 所以你要搞清楚 這個現在的戰場的 制勝關鍵在哪裡 誰有充分的炮彈 誰會贏 所以我在這邊跟你講 我從這個來推論 我證明 我非常確信 因為台灣的兵工廠 一定有幫他們生產 真的假的 台灣有嘛 台灣我們有庫存嘛 它一定全世界掉庫存 不是 歐洲沒有 因為每一個國家 都有戰備庫存 對 戰備庫存 我剛剛講了嘛 它的18門凱薩砲 佔了法國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 法國全德國的凱薩製走砲 平常的存量是72門 它給它18門出去的時候 它就危險了 對 但是安全存量以下 我也要維持我最基本的 戰備存量 那戰備儲料 對 你知道它多久時間 補充起來18門嗎 那18個月 一年六個月才能把這個生產 才能夠生產出來 那個法國人做的東西 做很精緻的 那個精緻 像它雕刻一樣 可以雕出來18個月 那裡面仗你打完 所以我剛剛講的 最有趣的是說 兩邊的炮火庫存量打光光 所以我在從此 我非常確信 台灣的軍火庫裡面的炮彈 一定在裡面出現 而且出現那個炮彈 一定是透過美軍 給我們買的東西 好 提供 我們有阿兵哥在烏克蘭戰場 現在以台灣 是我們的 那是我們的後勤編號的炮彈 破其爆 也在烏克蘭戰場 真的 我們等於說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人過去 我們也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炮彈也過去了嗎 我說那一定是美國要求提供的 這假的 對 因為美國在 業權有可能 美國在亞洲地區去什麼 統整所有大家能夠提供什麼東西 給這個戰場上使用 當然這個 國安部長講說 這個是本來是美國 可能要給我們的 然後上面可能先弄漢字 然後再過去之後 才是變成在戰場上看到 事實上此地無垠三百兩 事實上 美國還沒賣給我們的時候 應該不會說 上面再去搞這些東西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其實跟美國的 這個戰場規劃都有關係的 那他可能在這裡給你掉頭寸 那其他部分來講的話 他給你補償其他的東西 所以這個台灣有貢獻 因為這個戰場結束之後 可能要重建要規劃 或幹嘛之類的 台灣本來就是在美國的 所有整體規劃當中 所以你說這些炮彈來講的話 戰場上一定不夠用 一定要中到台灣本來的庫存貨 台灣庫存貨 你每天在那邊 放在倉庫裡面不用 然後你 最後也會潮濕不能用 最後也會潮濕也不能用 乾脆就先拿出來用 以後換一批新的進去 那對台灣的太舊換新 也是一個好的幫助嘛 所以對這個戰場上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打到這個階段 才出現有這個跟台灣 好像有聯繫關係的炮彈 那就代表說 已經戰爭打到尾聲了 大家已經開始沒有炮彈的時候 怎麼辦 求和 然後上談判說 可能下一步大家要做的事情